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很荣幸可以有机会来推荐 Ling Impact 金石影响力这本书 其实在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之前 我就已经非常非常喜欢作者所做的这一个演讲 也就找了他的英文的原书稿 来让他在我们很多工作的环节里面 去打破一些过去卡住我们的一些重要瓶颈 创造一些更有效的创新循环 比方说他讲的三个重点里面 不管是谈到think big, start small 还是去 measure impact 其实都有助于我们知道 我们更刻意练习要突破的思维在哪个面向 我们面对的在非营利组织通常是 非常浩大的沉重的社会议题 像TFT面对的是教育的不均等 往往看到这个问题有多么的庞大跟盘跟错节 我们就不太敢想象think big 说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解决的话 可能可以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限述我们的思维在 相对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个小的 比较弥补型的方案里面 但是其实在TFT对于我们来说 系统性的去发想解决他的这些可能性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的创新跟可能性是在这样子里面被侍奉出来 那当然想完之后就觉得好可怕哦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由我们来做 所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们可以start small 我们可以先发出一些小子弹 看看说哪些部分是可以去成功放大的 我们再送出我们的大炮 不用一下子就把大炮送出来 那最后当然我们成功与否 并不是看我们自己的心情主观衡量 也是看我们具体要去衡量的指标长什么样子 不断的有个定位 以去知道我们置于目标 相对位置在什么地方可以如何调整 这样的循环对于我们在NPO的工作 非常精实的产生帮助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一定只是更多的人力 更多的资源 而是在这样的循环里面去找到我们可以去扩大影响力的可能性 所以我诚挚地也把这本书推荐给任何在非营利领域里面 参与的工作伙伴 可是其实可能也包含许多 不管是参与在捐款企业或个人 或是关心这些一笔的社会大众 因为我们不只需要知道问题长什么样子 我们还需要找到确实可以产生影响力的介入方式 那如何在有限的资源 矜实地产生这样的影响力 就会是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的议题 所以推荐这本书给以上所有的伙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